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的比赛就是 8场的比赛 Snoot要对阵的是Zest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春天 这边蓝色的神族选手 就是来自于KT Roster战队的Zest 是存在了左下角的 8点钟的位置 现今神族第一人 而左上角 红色的这位 重组选手就是来自于Liquid战队的 挪威虫王Snoot 是存在了10点钟的位置 这场比赛 其实Snoot呢 我们都预计Snoot会输 就看他能够在Zest身上 能拿到几分啊 几个小分 对 今天Snoot唯一的优势 可能就是在美孚啊 Zest的Pin稍微高一点点 对吧 但是其他的 我觉得作用不是很大 你现在多少Pin 我啊 我一百九十Pin 我三百七十Pin 哈哈 不过也是能看的 看无所谓的 看无所谓的 对 好 这边Snoot选择了一个 土鹤双形的战术啊 起手势 对 乌雷娜这样地图 用这样的一个战术 还是非常好的 因为第一时间就有狗素 可以很有效地阻止对方飘使图 看一下Snoot这边 看看Zest这边怎么来防守这个提速开局啊 对 Zest这种地图上 我估计还是使用了一个就是 三兵营然后两vs不停地飘的那个战术 因为这个战术本身就是他们KT发明的嘛 所以这个战术他肯定是用得得心一手的 问题是万一对手打一波呢 虽然Snoot很少打一波 我三兵营又不怕你打一波说白了 对不对 的确是 他这个开局就屏蔽你所有的战术了 Snoot是停了 诶 恢复才起了 补了第二个女皇 还是要三开吗 并没有打一波的意思啊 还是要三开啊 嗯 这里Snoot打稍微有点头 他如果能够出两家狗的话可能 给对方的压力会更大一点 对 你知道可以把这个农民赶走吗 我已经到430匹了 怎么会拼那么高啊 无所谓的呀 你反正只要能看就好了 对的 虽然看起来的感觉是一卡一卡的 真的假的 你开个代理吧 等一下 没关系 好 强一上来 想点一个农民吗 诶 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 对 好了 果然是这招三兵营 现在他的使徒就不停的 从第一个使徒开始压 对吧 一个使徒压到三个使徒 压到六个使徒 就不停的这样压 他这战术就这样的 不停的压 但Snow的今天的打法比较针对 就是他先提狗素 这样的话 你这个压制啊 感觉没那么好 又往回飞 马上又往回飞 他往回飞 然后 他只要不死就行 他只要不死 一个都死不了 好我回去 我就占一个路口 我也不怕你 好我继续看有没有机会 有机会压就继续压 家里面两个S已经下去了 这个套路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就是 一使徒 两使徒 然后六使徒 对吧 六个使徒再飘你一波 反不反 如果没有毒暴虫的话 解决不了 等一下没有毒暴虫 用蟑螂解决 蟑螂解决不是很好解决 而且这个图太近了 这一波 我觉得Snoter要被飘成马了 对 他们还要 狗 马上往回飞 他又是往回飞 他就卡一个位置啊 他这个都是过来占你小便宜的呀 说白了就是 嗯 有的战就占 没的战就算了 然后再刷三个使徒 再刷三个使徒 九个使徒再飘一波 这不就昨天我打你的战术吗 没错没有没有那个 独暴的确有点难防 是不是有点贱这招 很 这招我觉得有点好 打得有点好 然后九个使徒再飘一波 飘一波的时候反正两个vs出去先清房子嘛 你又不用管的 对 然后九个使徒飘一波 然后再十二个使徒飘一波 烦的一逼这招 关键是有独暴的话 其实你这波使徒飘上来 你飘回去也是有危险 你很有可能一下子 瞬间被秒掉的 主要是把这招使徒留住 你知道吗 主要是要留住 对 留住的话 这个战术其实威力就没那么大了 好 往里走看一眼 看是不是要上去 不上去啊 不上去 打得非常的稳 他就站在这个路口 你狗也没办法包他 嗯 那今天Snoot明显是有备而来啊 的确有备而来 他这招狗如果被卡到位置的话 还不一定打得过这招使徒啊 但是有蟑螂了 有蟑螂了 没用了 有蟑螂了没用了 感觉 他好像要打一波吧 他这个感觉啊 他不要你开三框 这个压制的timing也是非常的好 先把这个 咬开 咬开了之后 我估计他会直接从这个大路口 绕一个路 也可以啊 要绕三基地是对的 打一波其实是打不进去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有那么多凤凰 你过来的 女皇有点多 你过来 你女皇走过来那天荒地牢来啊 我就说你正常情况下 你用蟑螂狗打一波 我就把你蟑螂抬了就好了 漂亮 这波狗绕得非常的好 嗯 强咬 先把基地咬退 我省事有点大 没关系 基地咬退 强咬基地 咬退就走 基地能咬退 能咬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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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的数量已经非常多了 够了 这我觉得这一波咬退基地之后啊 他后续要的就是那个 蟑螂带女皇 然后打一波 那这样的话 其实 史诺特在这里有一点没做好的事 他其实也 这个军坦扑的不是很快 刚开始可能是压力太大了 好 这次再使用凤凰进来再杀一拳 烦得要死这个凤凰 没有 凤凰成性太快了 这个女王的数量已经打不过凤凰了 现在最麻烦的就是什么 你蟑螂出去就被他凤凰不停地吃 你也很亏的 好 编一波火蟑螂 编火蟑螂情况也是一样的 你也没有办法 你难道你变火招了 难道就能够打到他了吗 最多就是他抬你的时候 你有机会能打到他 好 就从这边走 这个战术 其实我们以前去看到过这个战术 IA之前打 Inzist也是用了这一招嘛 对 但是我感觉 我感觉这一盘 史诺特用的并不是很好 就怕什么 你出去就被换家 他肯定换家呀 他这波使徒就站到这个位置了 你只要 你只要敢往下走 我就敢换你家 有点烦 反穿一波小狗也没穿到东西 嗯 这样有点烦 好了 这 这个时候其实对于 Sunt来说 是净也不是 脆也不是 对 到底怎么办呢 先飘一波 这波不会进去 不会不会不会 他就给你压力 对 妈的你敢跟我换家老子 就跟你换了 他准是拖时间嘛 这个时候 就不停的往你家里面走 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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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啦 这边他准是看你可能是有防守有漏洞啊 他用凤凰在这里劫你的那个 我觉得 我觉得这波还是有点冲动 有点冲动 有点冲动 他想用凤凰在这里劫火蟑螂 但是好像 看有没有机会劫啊 先吹 他还能吹什么吹什么 吹女皇也可以 我感觉 诶 怎么没加血 女皇没加血 这种上大都有点乱 诶 但砸到了 砸到了 砸到了 巨人 诶 砸自己是什么 诶 砸自己 砸自己 但没关系 砸到之后凤凰 这脆了很多啊 嗯 这一波火鸡棒是全中 那这样的话 ZES这一波 我说实话也没赚到什么东西啊 他有点冲动 后面其实后续的 死了很多的一个使徒啊 对 他后续只有 有八百多块钱 就刷不出来兵的 凤凰 凤凰其实数量现在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多 他现在用凤凰不停的 不停的压制了一个 不停的压女皇 对 只要把女王打了 其实你就推不进来了 思路还是很明确的 对 就在这个位置压你女皇 好 那这样的话 又又拖住了 本来 这个时候 史努特是打算要打一波的 但没女王你总是没办法的呀 对 女皇出不来 出不来 但刚才砸到这一下绝对是运气有点好 嗯 我觉得是 我觉得是那个 ZES他失误了 对 一般来说凤凰怎么可能被火砸到 你就抬 他当时没出业 他肯定 史努特肯定也是乱砸的 砸了一圈出去 然后他就在那里集合 集合凤凰 刚好被一堆火砸到了 呃当时大概也有个大概十几个凤凰 你不管抬什么秒 秒一个东西很快的 对 史努特现在想穿狗来打经济也打不到啊 这个时候我觉得 史努特对于史努特来说 他没有什么办法 他选择要用感染虫 其实对的 现在你转刺蛇已经来不及了 刺蛇肯定不行了 对 诶 这边 找机会 哎呦 这个火砸被砸的 诶 捉得有点痛 抬一个死一个 这个战术在ZEST他们这种神族选手用下来真的是太强了 这凤凰卷是给你的压制力 这特别近的地图啊 他配合这使徒的这个压制你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 没错 这个时候其实你可以说一句 妈的凤凰的确是个非常强大的兵种 哼 一会儿过一会儿就被nice防狗了对吧 全倒 nice防狗又是另外一回事情的啊 这个nice防狗我告诉你 作为一个重组玩家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nice防狗 只能说大快人心 爽的一逼这种感觉 绝对爽的一逼我告诉你 干嘛 这要 这要 只要上了 他要看四况有没有开 一会儿一会儿什么凤凰集成一驼被nice防狗一下 对啊 就是这种啊 好 snoot这盘小狗穿的真的是不错啊 真的穿的不错 有没有nice防狗 我们来看 还没有还没有还没有 马上要出来了 马上要出来了 他没生没生那个感染出能量吧 这个是不敢飞的 现在就等 就等nice防狗 六十五 还有十秒钟 是否有奇迹出现 五个感染虫 那就是 定是 三十 一百五的 现在这次是没看到感染虫的 是没看到感染虫的 那我感觉一百五好像也定不死 这一波呀 干嘛下面还有女皇戳呀 够了呀 够了 哎 还有火 还有火 对呀 我只要定住了 万一来几把火就好了嘛 好了够了够了 走走走走 干死他 就是要藏 他要藏一下自己感染虫 哎 没有 没有 没有埋地呀 诶 哎 这飞的什么意思啊 你这个敢往这边走 你出来 诶诶诶 乃斯放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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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快人心 双带一匹 但好像也没砸了多少嘛 他没砸我跟你说 他就是没砸 他太乱了这个地方 其实刚才如果砸好一点的话 全倒 继续损呀 继续损干染虫啊 怎么只能损呀 这时候没办法呀 没砸好没砸好 如果我觉得现在ZET 如果说他转型 转型出自爆球的话 那这次的局势已经就稳赢了 问题是现在 Snoot先压制了 开嘛 你慢慢开 开了我就走 好 反吃这波 这波不能死啊 这波一死的话 你前面的压制力就没了 对 七个盖人虫还在造家里面 这蟑螂火蟑螂死的太惨了 这凤凰有点无敌般的感觉 刚才绝对是没砸好 砸好的话 可能就是全倒的节奏 对的 继续沉啊 还有一次机会 这次还在压对方的4GD 他就表情开4GD说白了 这一牌也很贵啊 5000块钱啊 就开始 是啊 有5000块那么贵吧 4比0就5000块钱啊 哦对的 什么4比0 波 波起来 波波 哦不不不 3比0就5000块钱啊 不少诶 是有点多 每盘1000块好吗 好能量也存的差不多了 还存了个飞蛇 他这个飞蛇有点 他定住之后飞蛇 如果你定得住的话 那你就不用飞蛇 这个飞蛇是多此一举的 飞蛇可能是 也给点压力吧 有毛的压力 你要多 你要弄的话 弄个四五个飞蛇 他用了两个呀 才会弄到两个飞蛇 两个不够呀 问题现在 矿干了 四光开不出来 这个 哎呀 XS他已经开始 转型了 他开始转不朽了 他已经觉得有点不对了 再这样憋下去 说不定一会被 被一波弄死了 其实这波凤凰只要 定住的话 那基本上 他这盘就输了 对 刚才其实是一个机会 没把握住 这个打法的核心还是凤凰 对 凤凰太实用了 真的凤凰这个兵种 现在容错率实在太高了 好继续 继续的搞 继续的搞 这种要定 基本上没什么机会啊 正面 我觉得你要 BZS的跟你打正面 你才有机会定住他 女皇数量也很多啊 Snooter还是一个 非常喜欢暴女皇的选手 十个感恩虫 我告诉你 十个感恩虫 哼 还有两条飞蛇好吗 好就这个时候 逼你打正面 哎关键是一会儿 把你那个什么 下面的不朽跟 使徒全部定了 定到一起砸 你不要想那么好好不好 能够定到凤凰谢天谢地啦 妈的 防空推进 好 干死他 重逐大快人心的时候 就要到了 ZET这四个叉 绕得有点好 但是没有关系 就这一波啦 对 还跟你绕什么叉呀 你散开 来来来 你凤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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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开始 你赶快来 你不来是吧 不来我就要干你啦 我觉得ZET现在 很危险 这一个局势啊 关键Snooter 这波兵 其实整个科技兵种 还是很厚的 对 哦 再来一波 哦 那么多 就往死里整啊 这个要 但这四个叉 可能会搞 捣乱节奏 哎呀 不要了呀 GD 我就跟你拼 正面这一拳了 对不对 你反馈好了 老子就跟你拼 正面这一拳 慢慢来 慢慢来 这一排完全是 打的是对游戏的理解 而不是什么 操作 操作 这什么的 这四个也很慌好吗 好好好 先回去防守一下 不要被擦掉 擦 擦了掉吗 擦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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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面打了 盯住了 哎呦 再电 再电 盯 再电 再电 盯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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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不休 女皇在吃不休的火力 对不对 对不对 这一拨蛋很重要 对 关键是女皇吃了很多不休的火力 这一拨打完下来 其实也没有多少冰了呀 现在 就 八个火上了啊 就这口气好吗 不还好四块没有吃啊 上面的两个不休好像要倒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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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打 你打打得没血的呀 诶 诶 诶 好 正面的两个人在不停的换 九号 这拨女皇 玉女心情 这拨女皇也有点胸 拖过来 诶 这拨女皇也有点胸 诶 这妈的 这正面直接吸起来呀 那么多防空 是的呀 你在搞毛啊 这不要等呀 试黄先把对方打爆了再说 而ZET竟然也没跨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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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Snowton赢了这一拨 对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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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估计 跟ZET打 就韩国人很少有憋到这样的 部队过来跟他打的 对的 一般都在前期就打完就结束了 很少有人憋到就后期 ZET是一名经常让韩国选手 都觉得有未知领域的选手 对 结果没想到Snowton这盘 没有打出未知领域啊 思路很清晰 但是现在包过来 没关系 上面顶着坐 顶着 他上面只要顶着 你这个不朽 回合不了的话就没用 现在只要把这个五框打了 就赢了 四框四框四框 四框四框 对四框 ZET好像没钱了 ZET估计 没关系 现在我跟你说 这些 这些的那个 好 正面直接吸起来 三条飞蛇在就好 对 飞蛇只要 只要把 拉一下就好了 不然随便拉一下就好了 拉过来 随便拉一个过来 就 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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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 好的 再拉再拉再拉 有什么拉什么 好 女皇在下面不停的加血 这个女王真的是承受了成敦的伤害 七七 一比零 nice 打得有点好 思路的这个后期啊 真的是憋得住啊 我们说 关键是那几把 那最后那一波的那个定 真的是大快人心 好 我们看第二张地图啊 呃 入侵 全面入侵 哎 我跟你说 这段打得有 有点精彩 估计Zest自己都打迷茫了 他也很少打得那么后期的 是的 遇到一个欧洲人 这个后期打得有点好 所以说欧洲的一些选手 其实他们的这个思路啊 都是很清晰的 那种局子 他还能憋得住 哎 其实我觉得 不管任何选手 他们只要 进入到一个未知领域啊 他们其实都 都是会有迷茫的时候的 对 Zest这个没办法的 凤凰多了之后 的确被克制的太惨了 这也不能怪Zest啊 那今天其实跟大家说一下 今天的这个两场比赛 第一场是Zest要打Snut 那第二场比赛是 把本啊 把本要打Sola 嗯 你把人换一换呀 我知道 好 都在了啊 嗯 好 第二场 直接开始啊 我们直接进第二场比赛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尊点位 我靠 那个黄徐东快掉 我好哥哥 又来送火箭了 好哥哥好哥 不要再送了 好哥哥 是的 你有这个钱 不如去买 把星际争霸全部买 把那个所有的版本都买了 对不对 哈哈 妈妈 我现在 妈妈 你 只能这么说了呀 怎么办吧 对对对 他妈一说 我已经买了呢 啊 他妈一说 我已经买 买了星际争霸所有的版本 那你怎么办呢 那这个 你可以买给你朋友玩吗 他说 我朋友都有呢 嗯 那总有 你的朋友总有没有人玩 星际争霸的 哈哈哈哈 对不对 嗯 好 我们来看一下尊点位啊 对 所以在这种下方 蓝色的神怒选手啊 就是来自于 KT战队的 头号主力选手 曾经的王者 PGGAP 但现在已经改名叫 ZEST 而原来就是上方的是 红色的虫选手 被称为 非函第一ZVP的Snoot 他怎么就变非函第一ZVP了 这刚才那盘打出来 他还不是非函第一ZVP啊 你不要奶他呀 没有奶 那个韧劲 韧劲 我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看到一个 一个虫逐选手像他这样的 我承认啊 我承认有些虫逐选手打的像什么 Sheria这种选手 打的敌人是行音流水 对吧 对 什么操作啊 Sheria最近有点消失了吗 感觉 什么比赛都打不出来 不知道什么情况 反正这种 有很多这样的选手 但是没有一个像Snoot 打的那么有韧性的 他打后期的 Snoot是纯大后期的选手 从Snoot这个打法上 我看到了两个字 那就是励志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啊 我们淘宝的 对的 有活动的 今天 我们的这个键盘和鼠标 都会给大家一些优惠的价格 就在直播期间对吧 对 在直播期间 就是欧瑞隆的鼠标和Jeky的键盘 因为是功夫杯的赞助商嘛 是Jeky的键盘对吧 好像是 是Jeky的键盘 对了 就是功夫杯 功夫杯比赛期间 你们买键盘和鼠标的话 都会 都会这个便宜10块钱 就是在我们直播的 这段时间以内 没错 下单的观众都会便宜10块钱 然后陆续我们都会搞一些这种 直播促销的活动 对 这种时候 我告诉你们 不要 要需要的观众朋友们 赶快去买一个 现在的确是看到了实惠 那些不需要的观众 也可以买一个存着 总有一天会需要 干嘛是这样的呀 对不对 我在帮他们省钱 好不好 嗯 嗯 哈哈哈哈 你这个 我就感觉很像电视直销 你知道吗 那么什么时候才能买得到呢 八心八剑 不不不 不要不要那么 不要那么二老 九九九 现在赶紧打电话进来 九九九 那么孙总 你现在给大家带来的 这个Jeky的键盘 是多少钱呢 不管多少钱 我们便宜 便宜的优惠的价格出售 今天这个价格 绝对是亏本的价格 史上最低价格 没有之一 但是为了观众朋友们 在这个价格上的基础上 我们再便宜十块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妈个蛋 啊 看比赛看比赛 这边Snoot选择了一个提速 开局 诶 Snoot最近对那个Duck的开局 是研究很透彻啊 嗯 而且你看他爆狗的 整个实际爆的也不错 在此又是一个 同样的开局 因为这种 这种地图 他没有其他的选择 对 这个图 他三框很难开 所以他没有办法 不过我看 Zent如果再用这样的打法 这一盘Snoot 好像改变风格了 他好像打一波 你发现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就正常开局 正常开局 这个狗爆的 狗爆的有点多啊 他爆狗是防队 就飘使徒的呀 六个使徒来了 怎么不爆狗嘛 还有 而且他独爆中招 都放晚了 这六个使徒 这波狗 我觉得爆的好的话 也很难打 他直接往你矿后飘 对 只要 诶 没飘这次的 漂亮漂亮 这个爆的很漂亮 这飘的有点晚啊 他可能没想到 对方爆了那么多狗 好了好了 这死了三个 那这波使徒 已经没威力了 关键还要死一个 我感觉 追追追 再追再追 一个是追 对的 有机会 有机会 再死一个 他这样的话 这个这次的战术 就没用了 根本没压之力了 嗯 斯诺特是轻松 三击力开起来 这一波其实是 在这个战术上 神猪最死不起兵的 一个战 一个战术 对 这个时候死兵啊 基本上 你就没压之力了呀 你说白了 就没压之力了 你后面再压一波 只要虫猪 不是很偷的话 你 他肯定能够守得住的 而且虫猪家里面 随便变几个毒爆 你这波 部队可能就是 有来无回 哎呦 斯诺特有点 有点稳啊 每个矿 两个防空 打得非常稳啊 而且都有 两个防空 两个女皇 打一个没血的呀 这一盘明显 你感觉 斯诺特对 Zest的这个 就是这一招开局啊 做过针对练习的 你看他爆狗的 时机就知道 你要开这个矿 我告诉你 只要斯诺特 肯变个七八个毒爆 你这波队肯定看不出来了 应该不太会 强压这片疯狂 我觉得应该 不太会强压 斯诺特打到这个局面 他应该觉得 自己是优势 没必要强压 是优势 是优势 他这个时候 其实如果狠一点 应该是去空投的 真的 就是空投毒爆 分一个房子 到外面去 空投狗 空投毒爆 然后只要你一投 对方的凤凰就要回家 一回家你农民就满了 Zest再压 这一波好像没看到哦 诶 看到了 看到没用了 晚了 太多了 太多了 晚了 这个时候他必须要变毒爆 但变毒爆来不及啊 农民跑了 Zest不敢飘 看到有毒爆不敢飘 不敢 这个判断有失误啊 Zest 其实敢飘的话 可能就打穿了 他主要怕这个毒爆 不知道什么时候变出来 万一他刚飘的一刹 他变出来呢 这个敢飘了 但你这样飘的话 你这波使徒就别走了 他用父皇压 过来 我告诉你过来我就把你毒爆全部抬了 他在这边你想 这边 抓到毒爆了吗 跑路 跑路 刚才操作了一口去了 没抓毒爆 Zest要去压三框 没有毒爆呀 没毒爆你过不去呀 他主要没想到Zest还会再飘一波 嗯 这一盘换了他战术 刺蛇狗毒爆 对 也可以 但刚才节奏乱掉之后的话 我觉得对Zest来说 刺蛇的数量可能会不够 Zest很聪明 第一时间出了一个能进 他就为了牵制你 我不让你那么快出门 这个图那么快出门太危险了 好 Zest now要把三个基地的刺蛇 都放到 都放到自己出生点为上面来 嗯 然后等刺蛇数量多了再出门 我现在发现 现在的虫族啊 不管是打人族还是打神族 神族都有点憋屈 你发现没有 还好呀 打人族就被各种多线空投 就算你走下来你也很狼狈 然后很不爽 然后打神族就被各种的凤凰骚扰 我觉得还好呀 你就A的那个时候才会觉得 妈的好有点爽 妈你这种你这种 妈PKTK 我都看不下去了 我觉得还好呀 关键Snow现在主要是前妻什么的 他也没损失太多狗 所以他现在狗的数量还是挺多的 这一波竹来还是有点厚啊 152人口 哎 Zest这边 我看看 不一定挡得住哎 哎呀他不休卡在里面了 他不休卡在里面没出来 我靠吓死了 看立场看立场 看立场看立场 哎 被摸过来了 这个路口说得很好 不好弄啊 进身啊 哎呀呀 吃虎了 这被打死了啊 这样要 这样被打死啊 这我觉得有点难打了 没闪电直接死了 能静呢 能静 我说不去飘家呢 这个时候 那么大压力还飘家 没 好了好了 死了呀这个 这个已经死了 这个已经死了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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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没闪电直接就打死了 Snowt这个ZVP 真有点猛啊 这打的比较果断啊 打的比较果断 这一波 哎 能静也被点了 机器了 机器2比0 这 走什么情况 Snowt今天好针对啊 打的 不 你不要管 你针不针对啊 我觉得 好强啊 那第三排是 冰封神殿 这我有点看不懂了呀 这怎么 怎么那么强啊 Snowt啊 是这样的 首先第一个 他上来肯定是 肯定是 就是把Zest的这套 双VS 三兵双VS 是研究透了 什么时候该爆狗 都想好了 对吧 然后再剩下来呢 Zest的确可能 有点延迟 他的那个使徒 飘得没那么爽 但是呢 我觉得跟使徒 飘得爽不爽 其实关系不是很大 这两场比赛 关系都不是很大 主要还是 最大的原因 我觉得还是那个 就是 就是 Snowt今天的战术准备 有点充分 不过 不管怎么说啊 你的战术准备 再充分 再怎么样 我相信韩国那些选手 他们的战术准备 也会很充分 但是他们没有打出 像Snowt这样的效果 就强呀 说白了 他防那个 飘使徒就防得好 对的 就是防得好 的确啊 Zest好像没有 在使徒上 是占到什么便宜 对啊 老是吃憋 对吧 每次使徒一出来 就被 就被 就被包了 每次出来就被包了 那今天要 打 打个三比零 我不信啊 要变天 我跟你说 这个图又 又是只能用 又只能飘使徒的图 三比零 飘使徒打法 好 第三排啊 Go Go 够吧 好 Zest是我们觉得 现在 世界上最强的 一个神主 也不能说 最强吧 最强神主之一 但是是个 最稳定的神主选手 最近的战绩非常好 怎么怎么会打成这样呢 那我们公务杯有毒啊 看不懂啊 哈哈哈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场比赛的尊敬 地图来到了冰封王座 冰封神殿 冰封神殿 我觉得他延迟不会很高的 对 你想 我在家里面连美服 就是说 我选一个好点的服务器 一般就是 130品到150品之间 韩国的网络 绝对比我们好 韩国连过去 估计就100品 你们太小看韩国了 我告诉你们 100品连过去 有什么吗 你们太小看韩国了 以前打星期一的时候 韩国选手 都不去韩服战网 都打美西的呀 都打美西的 都打美服的 说白了 韩国的网络不是那么卡的 可能有一点点延迟 但就100 100品打起来 其实没什么太多感觉的 0.1秒嘛 0.1秒 对啊 你感觉不出来的呀 感觉不到怎么出来的 有一点我可以透露一点 跟大家这个信息啊 就是Zest其实是没有 练习过这些新图的 这个是个很大 昨天就刚刚打的那一盘 全面入行张地图 Zest基本上就没打过 这个是个最大的问题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他们现在韩国联赛 不打这些地图 他们不会去练 就打打天梯 他们练这些地图 干嘛嘛 的确是这样子 这盘就看 Net能不能翻回一盘啊 对 Zest要是还走 还走这个战术 我觉得就不好弄 一盘一千人民币 一千人民币相当于 多少钱吗 十五万 十五万韩币啊 一千 十六万吧 差不多吧 哎 反正吃了烤肉 是肯定能吃的 反正 对啊 就打一盘输一顿烤肉 打一盘输一顿烤肉 你知道Zest 刚才输了多少班冷面吗 你要算一算 Zest平时 妈吃冷面多不容易 输了多少碗泡菜吗 来看一看啊 耶 主要你人呢 我在啊 我突然你消失了呀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 我还以为就算冷面去了 没有没有没有 看这盘Snoter的开局 他这个建筑学 有点奇葩呀 这建筑学 跟你说没打过这张图啊 他就两根水晶 那怎么做嘛 只能这样做了呀 主要他上面那个 B1没有把这个口封住 其实是可以走的 他只能在上面做个水晶 他这张图没怎么打过 而且刚改了一下 这张图 我不爽的一笔 肯定 这个建筑学之丑啊 好 还是一个三变赢2vs 他只要能够熬过 这张比赛地图 其实后面的两张图还可以 后面是第四张是 第四张比赛是那个 木设之塔 然后 最后一张比赛 我想想看 最后一张比赛是什么 是Edison废墟 都还可以 现在 史努特继续用一个提速房子 现在侦查一圈 好 已经又确认你这个战术了 爆狗 开始爆狗 史努特今天真的 真的准备的好 上来搬地图 就搬出这种 只能打2vs的地图 上来只要第一波 六个使徒啊 也不是说防住吧 反正把你 包的花 哎呦 那么多狗 往回飞 对的 对的 很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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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史努特这边也估计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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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第一波守住就好了 因为他之后赌爆 赌爆虫潮已经 造了一半了 其实第一波 其实挺亏了一个的 第一波挺亏经济的 你不要想 看爆了那么多狗 如果要确认这个打法 我觉得 你第一时间 出赌爆虫潮 对吧 或者说 我觉得史努特 应该狠一点 你知道怎么打吗 第一时间 不是出赌爆虫潮吗 出了之后 然后直接就狗图爆一波了 蛮补个毛浓 那也可以 对不对 对不对吗 你出凤凰 你到我家骚呀 对白我感觉 ZET明显是 虽然打法是一样 但是他的运行方式完全不一样 谨慎了很多呀 三跨那么早就下 而且使徒现在都不敢飘过去 用凤凰去烧 他调整了一下 调整了一下 这个使徒不去了 他因为 他已经感觉到了 斯努特这个 对他的这个使徒的压制 其实做得非常的好的 你现在这九个使徒过来 可能又要被爆了 22条狗在造 下面又是 有那么多狗 什么九十一个使徒好不好 哦呦 11个 卡位置 卡位置 这没有毒爆解决不了啊 这波 这 木子卡得非常好 没毒爆不一定解决得了啊 还是狗多 强一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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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很伤啊 狗多 先咬啊 你管他的 只要 只要能吃掉这波使徒 对不对 对耶 只要能吃掉 就没事 ZET被打得好 闷啊 我觉得 被针对惨了 那这样的话 你这个3GD又开不起来了 他三框一直没开 现在钱有一千多 他在搞毛啊 大迷茫了呀 不会被穿进去吧 哎呦 还好 我觉得他绝对不适应 这张地图 好了一波了 我觉得 我觉得这车贵了呀 对呀 他刚才那个 刚才那个使徒一飘 就明显就感觉 感觉打节奏乱了 他没想到对方 有那么多狗 他卡了一个 很好的位置 独暴来了 没看到 看到又怎么样嘛 你抬呀 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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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抬他抬他 抬他抬他 抬他 抬啊 包了个圆 基地都开不起来了 这波独暴 只要解决了 没炮台了 这已经被 真的是被 死路的战术完爆啊 再打毛啊 他这张图的建筑学 就那么二 嗯 现在只能靠凤凰 最后强行拼一强了 这凤凰怎么拼嘛 家里面在被 扫尔的 扫尔的同时 你凤凰动都不会动 这建筑学 根本就护不住啊 这盘已经 已经不可能再有机会了呀 这盘 我在里面 六兵赢 八兵赢要打一波了 他也没办法了 没办法了 直接八兵赢一波了 但这个八兵一波 对手有毒爆的情况下 你 你这毒爆刺手 你正面打一波 怎么打进去 嗯 其实我觉得就 这张图还没有 前两张图 他明显还 就第一盘 他明显打得还可以的 就后面两张图 没打过 对他来说 其实压力挺大的 嗯 哎 哎 哎 这个走位什么鬼 进去了 好 进去之后全部看到 农民还要死一些 已经知道你一波了 变毒爆 在脸上变毒爆 不管了吗 不管了呀 直接一波了 拼一场了 这毒爆变出 可不是闹着玩的呀 毒爆变出来了 哎 一个 零攻零防还好 就正面这一拳了 ZASER最后拼一枪 哎 抬独爆啊 这在干什么 你上面这毒爆 那么多凤凰不抬 对呀 抬独爆啊 啊 已经 已经 这波并已经强舞之末了 积极了积极了积极了 积极了积极了 3比0 哎呦 看不懂了 最后一盘ZASER已经有点 有点 有点 状态奇差无比的感觉了 我们都有点看不懂好不好 第三盘 第三盘这个发挥 真的是 完全没看懂 所以这去韩府 去韩府 嗯 CST居然会被3比0 这怎么 怎么招得住 怎么办嘛 他们说 真假赛 其实不至于 不至于 主要是第三张地图 他有点 有点不太会打 好 我去叫拔本过来 有点让我们有点没想到啊 SOLA已经在了 拔本在线的 你叫他过来 我跟 我先跟SOLA 好了 我先把SOLA 拔本也来了啊 嗯 SOLA不在吗 好像 我叫他他没反应 我把你加 加到那个里面 他他在里面 哎 你人 我在啊 好 你说话吧 队伍里面搬地图好了 我知道 我知道 好 趁着这个时间啊 我们继续来抽奖 对吧 来吧 大家 刷起来 刷起来 QQ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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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刷起来 刷起来 我们继续来抽奖 好 10个啊 10个 123 第1个 第1个观众 我们已经抽出来了 10个奖品 呃 奖品是5万余万和30元的战网点卡 跟大家再说一下啊 之前的已经发了很多给大家了 好 好 这边第二个 修MTM N 第三个来 123 第三个 小BB 小BB 这位观众 小BB 第四个 我们来看 123 哎 上面这个有 大和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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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 第五个我们来看 走 4262434 217 再来五个 123 算命的牧师 算命的牧师 再来 123 这个叫发 个啊 发个啊 923351846 8个了 还有两个 123 黑 黑莓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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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最后一个了啊 最后一个 123 歌舞鸡丁 一番街 好了啊 我们这边 班图已经办好 第一张地图是 克哈 角斗场 好 那我们 继续比赛啊 继续比赛 刚才是抽了 奖品给大家 大家也是知道 我们的奖品是 30元的战网点卡 和 和那个 五万的鱼丸 五万的鱼丸 我来 我来建 建图 特哈角斗场 对吧 嗯 为什么会 搬出那么 其他的图吗 我怎么知道吗 这个图 两个都没搬吗 那你怎么办 那你怎么办 这图好像第一次出现 嗯 就从来没有出现过 这个图 怎么没 我们的奖品啊 其实还是蛮丰盛的 真的 还是蛮丰盛的 八百说 稍微等一下 他去个洗手间 我知道 下个赛季的地图 可能就完全会改变掉了 其实做地图这件事情 对于暴雪来说 也不是那么简单 就能就能够做好的一件事情 并不简单 这个这个事情 对 因为你要做一张平衡的地图 真的有点 有点难 其实 像什么 以前最最平衡的 最最经典的一张 什么Lost Temple 对吧 就失落的神庙 像后来到 到什么Luna 包括现在比较流行的一张图 星际 叫什么 斗魂 对吧 这些图其实都是 经历了很多年的变化才有的 包括像星际二什么绿色温室 还有破晓 这些图你们都知道 都觉得很平衡 但不是 但不是 不是那么 就不是做出来就知道这个图是平衡的 要经过无数的一个比赛 无数的测试才知道会平衡 对 好 让他们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稍微等一下 我们这边广告啊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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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图是平衡的 好 这些图是平衡的 这些图是平衡的